哈囉我是Ky 今天呢來跟大家分享有效看見腹肌 那影片的最後呢 也有提供看見腹肌的有效練法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 對於一般大眾來說 有效很雲看得見 當你辛苦練了一段時間照照鏡子 發現腹肌越來越明顯 你就會覺得 喔 這個方法可能有效 但當你看不到成效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自己的練法可能是錯的 網路上太多教你鍛鍊腹肌的影片了 三招讓你練出腹肌 四招讓你輕鬆炫腹 對 我自己也拍過 但這些影片沒有效嗎 不 這些影片很有效 但是有效練出腹肌 不代表能讓你有效看見腹肌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照著影片練了那麼久 都沒有辦法像這些健身影片中的人一樣 擁有這麼明顯的腹肌 他們一定有什麼秘密 一定是有什麼沒有講的 嗯 嗯 確實有一些事情是不太會在影片中提到 或是常常輕描淡寫就帶過 這些腹肌教訓影片呢 很多都告訴你 每週練個兩到三次 持續一個月 你也能擁有漂亮腹肌 但是要讓你看見漂亮的腹肌的重點呢 就不是一直練腹肌 甚至把時間呢 全部拿去做高長度間接有氧 看見腹肌的效果 都比單純鍛鍊腹肌好 我們把有效練腹肌 拆開分為有效練出腹肌 跟有效看見腹肌 所謂的有效練出腹肌呢 就是指你透過足足訓練 漸進式負荷 讓你的腹肌 肌纖維越來越粗 就是我們熟悉的肌肥大 透過鍛鍊呢 讓肌纖維即將肥大 腹肌變得飽滿 變得腹粗 幾乎呢 所有的腹肌教訓裡面 或是書籍呢 都把重點放在有效練出腹肌 裡面的內容大概90% 都在講腹肌的訓練動作 那我來看過一本厚厚的 在教你練腹肌的書 裡面的動作真的千奇百怪 那這些資訊呢 會讓你覺得 好像鍛鍊腹肌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跟大家說 這些腹肌的訓練動作呢 放在有效看見腹肌中呢 大概也是在一個 二三十%左右 大眾的健身網友 健身分享者們 他們多版靠著重訓 提升自身的肌肉量 養成一瘦層質 肌肉量高 每當你進食的時候呢 吃進去的這些熱量 這些營養素 就越能再成為脂肪前 被肌肉手攔截 反觀呢 如果你肌肉量很低 那你吃進去的熱量 就越容易被轉成脂肪儲存 這是第一個 一般大眾跟健身者們的差異 肌肉量的普通呢 導致你更容易形成體脂肪的累積 那儘管你們的體重一樣 吃進去的食物呢 也都一樣 但是呢 體脂肪的轉成卻很不一樣 體脂肪呢 是確確實實的腹肌殺小 它就像一層厚厚的棉被 蓋在你的肚子上面 與其呢 在背裡面不斷的努力呢 倒不如先把背子掀開吧 有些人呢 可能會想說 我就只想要長出腹肌 我不想要重訓 我不想要長出大肌肉 我只要瘦瘦的 然後有腹肌線條就好了 如果你本身的體脂肪夠低 我會建議你 直接做腹肌訓練動作 來練出腹肌 而如果你是高體脂身材 我會建議你 先把心力放在維持熱量四次 搭配含有腹肌訓練動作的 中高強度間歇油氧 那如果剛剛前面提到的 肌肉量過低呢 多餘的熱量就更容易被轉成體脂肪 所以透過重量訓練 提升全身肌肉量 兩層益瘦體脂 搭配中高強度的間歇油氧 幫助減脂 這是最理想的瘦身方式 要達到熱量赤脂呢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零食控制 簡單來說呢 就是要你少吃一點 一些高熱量的零食飲料 能盡量不要控 就盡量少控 不是不能吃 而是這些垃圾食物呢 很容易就讓你的熱量超標 如果能做到熱量赤脂呢 拉開中高強度的間歇油氧 讓你全身的這個肌肉細發呢 去跟你的體脂肪爭奪這些 在正餐中 吃進去的能量呢 那會比你埋頭苦幹 一直練腹肌要有效很多 降低體脂呢 才是有效看見腹肌的最大工程 女生大概體脂肪20% 男生大概體脂肪15% 就可以看到 腹部有腹肌的線條 所以假設一個 20%體脂肪的男生 他不管再怎麼鍛鍊他的腹肌呢 不把體脂肪減下來都很難看到 漂亮的腹肌線條 最後跟大家分享 有效看見腹肌的訓練動作 最好的訓練方式呢 就是把腹肌訓練 融入中高速度的間歇油氧 當然在訓練腹肌的同時呢 搭配中高速度的間歇油氧 讓你在練腹肌的同時 還能幫助瘦身 如果你是體脂肪已經很低的朋友呢 肚子看上去還是平平的 我會建議你先點影片右上方的連結 來幫助練出腹肌 那如果你是體脂肪比較高的朋友呢 那請跟著我先來做接下來的訓練動作 首先呢我們找到一個檯面 高度可以讓你剛好雙手塵在上面 桌子就是一個很理想的高度 身體稍微前傾 然後腹肌的用力收緊 那這一點很重要 你一定要先感受到腹部有收緊的感覺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要揍我們的肚子 那你一定會自然的封緊腹部 記住這個感覺 接下來我們開始輪流交替高抬肌 平常沒有運動習慣的朋友呢 我會建議你先慢慢來 一次次把膝蓋抬高到極限 記得每一次抬高時呢 腹肌都是收緊的狀態 尤其在膝蓋抬到最高點的時候 腹肌會最用力 提吸的時候吐氣 下風的時候吸氣 剛開始我們連續做一分鐘 休息一分鐘做十足 靜靜一點的朋友呢 我們可以用抬膝跑的方式 讓這個動作變成間接有氧 可以在練腹肌的同時呢 幫助你有效瘦身 一樣搭配呼吸 吸吸吐吐 吸吸吐吐 30秒抬膝走之後 緊接著馬上做30秒的抬膝跑 連續做無助 另外像是掌聲登山跑也是很好的訓練動作 更方便 不用任何器材 對於核心的要求更高 如果上肢機力允許的話呢 不會很虧這個動作 可以把這兩個動作融入在一起 20秒登山跑 20秒登山走 20秒掌撐抬膝跑 20秒掌撐抬膝 休息40秒 兩分鐘一組五座三組 最後 幫大家重點增一下 透過重訓呢 提升全身的肌肉量 養成一瘦體質 搭配中高強度的間歇油氧 這讓你降低體脂非常有效的方式 那唯有把體脂肪降下來呢 才能有效看見腹肌 第二點呢 體脂肪原本就很低的朋友呢 想要讓腹肌變得更明顯 那你就直接做腹肌的訓練動作 來練出腹肌 第三點呢 如果你是體脂肪比較高的朋友呢 先做腹肌動作融入中高強度的間歇油氧 讓肩子的肥重高於腹肌的斷電 那第四點呢 無論是以上哪一種呢 都必須搭配良好的飲食習慣 好啊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今天該以下一次見 掰掰 聽到我們玩過